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又有一位台灣藝人勇敢站出來發聲了 他叫做陳佩琪 是八年朗的常客對吧 他表示啊高雄是我的母親 台灣更是我的根 我愛你台灣願我們家我們的根一切平安 反觀前台灣藝人楊培安 在微博上連連發表舔共言論 而且他發表的比什麼侯佩晨啊 歐陽娜娜張少涵比蕭敬騰還過分 來搞台獨是死路一條 是使他選出來的人沒有權利 憑他一個人的發言代表兩千三百五十萬人的未來 賴清德是台海及地區和平穩定的破壞者 宣揚操弄台獨者將付出慘痛代價 解放軍對台周邊演習 不見棺材不掉淚 美是台灣和平穩定迫害的風險製造者 民進黨思想獨徒無所不在 綠營認知作戰無所不用其極 希望我的影片不要被微博刪除 因為他們顛倒可以把篡改歷史背叛祖宗 圈養綠眉潛至真相切割教育 即便楊培安舔成這樣 還是被小粉紅噴 對吧 所以他受不了說 我連發三篇貼文啊 加上影片表達我的愛國心切啊 我只是想讓對岸的朋友 也就是粉紅他們明白 賴清德跟民進黨無法代表兩千三百五十萬人 但是我太天真了 如果各位粉紅還這麼想我的話呢 那全台灣人都是台獨吧 請S逛逛我們這些萬惡兩千三百五十萬的台獨份子吧 非常的搞笑你說賴清德得票率僅只有四十趴 沒有資格代表兩千三百五十萬人的未來 那習近平為什麼可以代表台灣人的未來呢 為什麼習近平可以用戰爭決定台灣未來的走向呢 連你楊培安都不能投票給習近平耶 原來握有槍桿子的這種選舉啊 全票通過才是民主才是民意對吧 你知道你轉發了這條萬惡兵下面的影片哈 標題叫什麼台獨將被14億中國人民迎頭痛擊 下面留言區本來是好幾萬條的 結果在我做這條影片的時候 留言生幾條 一百四十條 所以台獨將被一百四十條留言迎頭痛擊 連你自己都說了 微博可不可以不要刪我影片呢 你是不是人格分裂 主人 我要出去幫你廢教囉 我幫你廢的時候你不要嫌我吵不要打我 然後你說綠色控制媒體 然後你請微博的黨支部不要刪你的影片 哇 我就不知道你們這種邏輯是怎麼教育自己的孩子 孩子啊 你絕對不能有自主意識 你也不要獨立自主 最好是啃老啃到底 對吧 爸媽會養你 被他人恐嚇威脅的時候呢 你對施暴者說你是和平的穩定者 對被欺負的人說你是破壞了和平的人 你最好就這樣教育自己家的孩子 在學校日常生活中遇到這樣的人事實地物 你都要用這樣的價值觀比照辦理 知道嗎 嘿 這些台灣藝人在中國吃香喝啦 是人上人的生活水準 根本看不見爛尾樓業主抗議 無果打江山 銀行儲戶抗議無果打江山 上訪被解訪打江山 你看不到疫情的強烈封控 倒行逆施 你絕對買得到封控期間的物資 因為你有錢嘛 對吧 即便在櫃你也買得下手 而你也不敢對這件事情做出評論 愛黨愛國 就算你看到隔壁小區可能在搶物資啊 他們有抱怨你也會認為他們在亂 因為你的生活沒有影響 所以對你來說根本沒差 反正中國即便爛掉 你隨時拿台灣護照回台灣 享有民主的保障 中台兩國即便開戰 你隨時跑去歐美 小粉紅 如果你們真的認為楊培安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話 請呼籲他換成紅皮護照 我們的台灣護照啊 是不被你們政府機關所承認的對吧 那本也不是你們政府發的 對不對 不否認吧 所以啊 你們千萬不要被那些舔共的台灣人說 哈 我拿的這本綠色護照也是中國護照啊 不是的 他不被你們共產黨承認的 所以他不是中國護照 懂沒有 楊培安身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人 拿著叛亂中華民國台灣的護照 這是你們粉紅可以接受的嗎 他才是自己口中的顛倒黑白 篡改歷史 背叛祖宗 滿口謊言之人 而中共官方還指出啊 這些在中國發展的台灣藝人啊 都是自願的真情流露表態統一 支持祖國打台灣 支持中共五星期佔領台灣 因為啊 關於統一台灣的閱讀量已經超過18億啦 這些藝人的表態啊 是促進兩岸同胞的心靈企鵝 民進黨綠色恐怖然後 國會不夠半 跟你比起來全票通過 你們最近把自己的電影 援軍明天到達在微博上給封了 官方微博也被清空了 而你也沒給出正確的原因 連楊培安都說不要再下我影片 呵呵 但有中國網友分析指出啊 可能是這部影片啊 會讓中國人聯想到 最近或是未來的台海局勢 那該電影啊 有鼓吹投降主義的嫌疑 炒作歷史虛無主義 所以把他給封了 搞笑哦 難道這就是你說的綠色恐怖嗎 昨天還有人跟我舉文革 拜託你去讀一下中國歷史 再跟我說文革啦 不要講這種不倫不類的對比啦 昨天還有粉紅嗆什麼那 我們畫面的人好少 沒錯 我們畫面是全台倒數第二人口少的地方 這個粉紅說 他隨便一個小區啊 打一通電話就幾百萬的祖國人 來支持祖國統一台灣 沒問題啊 幾天過後六四 敢不敢號召舉辦一個愛黨愛國的音樂會 集會 遊行 我們來天安門前面 愛黨愛國 小粉紅就是出張嘴沒有任何的行動力 而我們看這張微博的調查圖 非常的搞笑哦 題目叫做 如果有來生 你希望出生在我國哪個地區 有北京 上海 台灣 新疆自治區 結果台灣後面還注明了一個 必須是沒有回歸的台灣 票數高達8246票 穩居第一 遠超第二名的上海7000多票哦 不是說差70票呢 一方面中共想打台灣 一方面粉紅又貶低台灣 又老又窮又破 結果投票的時候又選擇了沒有被中共統治台灣 歷史十大懸案啊 這可比瑪雅人去哪了的問題還深奧不少呢 最近啊 中國又在造假舉辦了各種招商博覽會 結果被店家抗議 你號稱有兩萬人對吧 你現場兩百人兩千人都沒有 那更多的都是我們這些廠商在那邊 被蚊子叮 你還找人去擺拍說這個招商環境 熱絡不絕 連其立民昨天都在會議上指出啊 為什麼咱們中國獨角兽企業 新增數量急劇下滑呢 國民黨還想走老路 跟中國擴大密切合作關係 今天陸陸續續一堆海外媒體報導 像是美聯社啊 福斯啊 德國之音 阿拉伯半島電視 歐洲各新聞啊 都寫什麼 親中勢力、親中立委 配合中國藉由改革 禍亂台灣國會 攻佔台灣立法院第一線 還有寫什麼 如果這些擴權法案過的話呢 將是北京贏得的勝利 這些可都是歐美大媒體哦 難道都是民進黨側翼嗎 那有一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中國、俄國啊 那些阿敘利亞、阿富汗啊 然後跟藍白的觀點 立場、新聞報導都是一致的 那為什麼這些 已開發的民主國家的大媒體報導 然後跟我們這些上街支持的人 都說了哦 這後面絕對是有中國的勢力在操弄 為什麼 為什麼呢 今天給你一個機會 我們假使台灣不存在 你可以選擇到中國、俄羅斯、敘利亞、北韓 這種他們互相友好的國家 伊朗也可以去居住 還是你會選美國、日本、北約這些國家去居住 我相信中共的造家人、子女 已經用了身體給你們最好的答案了 而我相信你們也會做出很好的選擇 美國國際風情情報公司昨天也表示 這次國會的擴權 會導致台美貿易、台歐貿易受阻 反而對中台貿易擴大是有幫助的 深化關係也是有幫助的 2001年一份報紙 當時世新大學教授李曉峰指出 中共若武力犯台納 會先打納 答案是立法院 2001年啊各位 而我們每次是都在阻擋 每次都在阻擋 前進三步倒退兩步 前進四步又倒退六步 如果我們都放退呢 早就不會有今天了 而這一次只是循循漸進的 未來 藍白還要提更多 亂改什麼國家安全戰略法啊 當然啦 現在這個細節還沒出來 你們打著要提高在地政府國防的這個防衛意識 但不好意思 我們不相信一個舔共的在地執政黨 他的這個執政縣市會利用這個 去加強我們抵抗決心 你明明一直以來都是宣揚投降啦 不要挑釁啦 打不過啦 中共打你是應該啦 是不是 我更怕的是 你這個法案如果又過你又擴權 讓地方可能有什麼軍隊 我也不知道你有什麼 你具體要怎麼修啦 但我不信任你 你是不是到時候可以帥著軍隊投降 還有什麼忠佩縮短年份 反勝鬥法的修改 要怎麼修讓中共能更方便的重溫統戰我們呢 麻痹我們繼續單純的當一個聖母吧 多去讀中共起家的歷史 從1921年開始讀一下 然後到新中國怎麼成立的 怎麼聯俄龍共的啊 到第一次繳共 第二次繳共 為什麼最後衰竟呢 然後最後國共內戰這四年是怎麼被滲透 這前兩年又是怎麼被滲透的呢 不要再怪是武器兵力的問題了 絕對都不是武器跟不是兵力 就是滲透就是心理戰 去研究一下好不好 一堆沒有研究這方面的人 然後來指責我們這些 每天在做這方面功課的人 道聽途說 拜託你回手看一下這兩三年的國際新聞 歐美加拿大他們是怎麼被中共滲透 而他們是怎麼討論要防止被滲透 要怎麼立新法 拜託看一下 尤其是美國各地政府 他們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 為什麼有些州是阻止中國人買房投資 還有一些政策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他們要一刀切呢 因為中共會綁架中國人去做他的白手套 只要他有需要 不是說每個人都是 但每個人都有成為這個的風險 台灣是中共最想併吞的 結果反而道行逆施 對這些跟中共都沒有關係 當初反紅美也都是假的 沒有紅美啦 騙騙騙而已的啦 騙你們這些1450而已的 哼沒有代理人 對絕對沒有 全世界都有中共代理人 唯獨台灣沒有 繼續保持這個理念 反正台灣一旦出事了 還是我們這群人會站出來阻擋 你就躲在後面抽一冷氣 喝可樂 看電腦 玩遊戲 作響七層吧 最後啊 又送一部短片給粉紅看一下 效仿一下 你們六四那天啊 應該怎麼搞活動 才不會被所謂的 和諧掉 在六四當天啊 我們應該要唱什麼 沒有共產黨 就沒有新中國 但前提是 你敢辦啦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是怎麼讓粉紅破防的吧 今天影片到這裡就結束 喜歡記得點贊 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通手 我是爸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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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